是他们比较固定的班位了 那看一下蓝色方这里 搬掉狐狸之后又加了一手阿卡丽 对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TT在之后的比赛 第一局结束后 瑞文一直是摁在班位上的 之前上一场胜者决赛的时候 是打了三场 就是TT是打了三场蓝色方嘛 对 但是这个BP三场都基本上没变化 OMG就是搬狐狸 阿卡丽还有加利奥 是的 完全没有变化 反而TT的话是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BP 但今天搬了九桶 自己来到蓝色方 那剩下这首的话 卡米尔跟奥拉夫要去考虑一下了 嗯 包括说诺守这个点吧 现在其实 露露已经搬掉的情况下 奥拉夫大概率可能不会去选 是 TT有的时候也很忌惮炸弹人这个点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做一下针对啊 对 看一下把洛给搬掉了 拆一下你洛霞的体系 蓝色方的一楼青钢影 当仁不让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最近选择英雄概率上面 BP率达到第一位的青钢影 对 而且之前比赛的话 再拿到青钢影情况下 没有九桶 TT感觉需要把芒森给抢掉的 因为没有芒森的情况下 没有很好再去限制青钢影进场的一个手段 同时现在放在场外的英雄奥拉夫也在 加里奥这个点 我觉得TT是不是要考虑去抢下来 不然说 青钢影加里奥都给到对面的话 可能说打到中期 这个团战不太好 而且OMG是非常讨厌加里奥的 他们在之前 对加里奥的班率非常之高 而且OMG其实青钢影选出来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基本上选出来都是上路去玩 打野基本上是不玩青钢影的 比较固定 感觉你瞎子拿出来之后的话 打野其实出阿拉夫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今天诺手选了 这个青钢影就是打野去用了 是的 打野去用青钢影 因为CINERY之前在我们的视角当中 他很少去打这种单代型的打野 我查到他上一次去玩这个青钢影打野 还是在之前那个穿完热身赛的时候 非常早了已经 热身的时候了 炸弹人拿到 果然两边其实加里奥和炸弹人这两个点 就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平平上班位的 针对对面的 那你怕我就拿到 好 赛纳体系出来了 今天也是觉得就是TT 还是会去往后期去打嘛 而且这个赛纳体系 对于面对OMG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OMG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所选的AD都是很常规的AD 下路就是卡莎 侠 还有一个飞机 对 这三个 这边选卡莎的话 最后感觉是应该要拿布隆了 那对于TT而言的话 这手加聊还可以 布隆有点缺先手了 他们这个阵容先手只有一个青钢影 青钢影 补一手老牛 但是老牛其实蛮不常见的 在我们现在的比赛版本 而且对线强度不得不说是比较低的 卡莎加牛头的一个对线 看最后这边发条嘛 发条角月 飞白在之前TT对上OMG的第三局比赛里面的话 是使用了发条 但是那一局比赛 杰 哇 选杰 这局还要打进攻性 我感觉这局其实TT的整体想法 是想让中路去前期带节奏 让自己的下路双人组去拖一个后期 有个保障 是 这个队位其实在昨天的一个第五名额 争夺战里面也是选出来过 其实杰打炸弹人 对线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打到这种转线期 其实编带的话会让对方挺难受的 对 杰的优势的话还是在于编带 尤其这局TT的阵容 其实是打一个三一一分带的 但TT这个阵容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阵容 相当来说AP输出可能会少一点 虽然说加里奥是一个持经济的加里奥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AP输出 感觉这局应该TT不太想去接5比5的大团 应该还是以分带为主 他们这个分带有加里奥的加持 其实还挺不错的 是的 而且也要看一下 就是在蓝色荒道 OMG它是一个非常缺乏先手开团的阵容 只有老牛以及青刚营两个点 可以在正面造成威胁 所以说一旦打到后期 一三一 两个一就不用说了 中间三的那个点是很难被开到的 是的 所以说这局其实OMG 打得有点像之前TT拿出来那种阵容体系 是往中后半团去走的那种体系 但是TT就不太强 阵容正面打团的话 我觉得可能OMG这边会更扎实一点 更扎实 这阵容毕竟有一个老牛的一个稳定先手 比较好配合 像老牛青刚营 都是可以在保证打团第一时间去开到对方 而且前排挺硬的 而且炸弹人配合青刚营这个体系 其实之前比赛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 就是很稳定的一套 就你没出精神之前你就是要死 他和那个黄子驾炸弹人有一点像 但是是升级版 是 框柱你肯定走不掉 而且80%要吃到那个中心区域的加成伤害 没错 这句话感觉对于OMG 他们前期是要打一个中野联动的 因为中路前期炸弹人 那个献拳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配合打野去边路做事 那前期的话感觉OMG可以围绕中路这个点 让炸弹人适当性的去做点事情 如果说前期一味的去发一网之后半端去打的话 一旦进入到换塔的时间点 感觉就来到了TT的法理期了 主要还是TT这把我觉得对线要打好吧 这个阵容最大优势我觉得还是在对线期 特别是上路和下路两个对线 其实都是有机会在对线期拿到优势 特别是下路 下路基本上这个对线就是那种 7-3开8-2开的一个对线情况吧 没毛病 赛大加上加里奥 对线强度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前期一定要帮上路 见机这个点的话 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前期如果说真的针对两次 没有人帮他的话 特别是吸取之前胜者组决赛的一个教训吧 就像之前的比赛里面 Z就太容易去被这边Sinner抓到破绽了 包括说自己对线 有时候也会出现失误 去给到对方单杀的机会 当然自己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也是有单杀回来 但是说在这种最后决赛里面 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发挥 毕竟这是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英雄 同时这个阵容打到中后半段的话 获胜的手段感觉也只有通过分带 那前期如果说没有优势的话 打正面团感觉没有什么机会 这阵容如果没优势 无优打正面团的话 就是点型的一盘散沙 对 毕竟有赛娜嘛 埋首梦想 埋首梦想 你炸弹人打到后期 等个200层赛娜对吧 你想想炸弹人不足为据 当然也有那种200多层 打不出来的赛娜 之前也是有见过的 是的 好那这局比赛也是开始了 那我们进入到 OMG对战TT的第一局比赛当中 好来到召唤师峡谷 标起首局蓝色方 OMG红色方TT 版场折布情绪由CAT奶地11位您带来 上来的话 OMG也是正常的 直接去抢掉第一波线 保证的话 直接是把第一个果子 给能够安全地点掉 中路吃完了之后 弄手再回到上路去 先逼一下剑机 但是 但是这个石头人的话就被偷了一手了 我们最近看到的也挺多的 就很多时候四人抢中路线 然后红色方的下路双刃组就直接过来 把你蓝色方的小石头吃掉 特别是那种一级比较弱的双刃组吧 一级你上去你也抢不到线 还不如说两个人回头打个小石头 能转一点是一点 没毛病 毕竟是钱 现在初期半段的话 其实要看一下两边中路到了三级这个时间点 如何去抢线那个问题了 中路的话感觉抢线肯定还是OMG边更优势一点 前期感觉TD 就是中路尽量跟你打一个平手就好了 主要是保着上下路别出事 1分10秒了 打野过来帮忙看一眼 但是因为是炸弹人啊 所以青钢影压力就比较小一些 而且另外一方面话是在于青钢影的刷下速度确实 这样的话可能要包下了 直接进来放个视野 没选择来 而且这边Cinry是在下半区的 就是你第一时间过来 再加上我又有一个牛 其实塔下转能力很强 但是青钢影如果这个走位的话 很有可能被盲僧双合线 有可能 但是现在不着青钢影位置 这边的话直接对加利奥动手了 加利奥的话感觉有点难走 最后点燃动稍微烫死了 牛头拿下了一个一血 观思也来了 这边摸上来 天一波没有选择出手 天一波预判了一手 但是也没有什么后续了 这一波OMG 在下路的一波对碰当中拿到了一血 这其实就是OMG的一些想法 就是在你拿下河蟹 觉得我可能会去换上河蟹的时候 然后来了下路一波突袭 他居然说上路刚才放眼了 但是那个眼位也不可能说洞察到 等一会青钢影会过来 这件事情 这波主要还是实际抓得好 打了一波反心里 因为这波其实如果他没抓到的话 对于自己发现来说很亏的 没错 确实挺堵的 但也堵到了 其实大部分打野在Gang的时候 也会选择在 你认为我去拿另外一边 河蟹的情况下的话 然后直接优先去抓人 然后再去把回来把河蟹補援 下路无尽私手 这边有闪的 没什么后续的控制手段了 而且伤害其实也不够 赛纳加加聊的话 前期一套爆发 伤害量是非常有限的 好 帮了一波感觉下到这个对线 明显还是不太好打 不太好打 但老牛嘛 就跪在自己的控制能力拉满 这波主要线还被卡住了 这线的位置也确实挺差的 这波回放 敲起来 这就不多说 最后点火给上了之后 走是走不掉的 甚至只焦了一个点火 闪现都没焦 就把人都给收下了 而且青钢影其实是雪赚的 因为他回到上半区 自己的河蟹还在 对 一分二十五的河蟹 等到两分半再吃 就等于白去抓了一波人 同时回来任何资源都没有丢 其实这初期的一个衣血 对于局势来说 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 影响不是特别大 而且给到辅助的人 对 这边苏很早回家买了一双水银鞋 而且这下路 不可能说因为这一颗人头 来改变对线局势 二连连到了 在这边低线下来帮忙嘲讽了一下 猎手本能上来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艾卡西亚暴雨收下了之后 SY只能往塔下走了 那这下路对线又产生了一颗人头 没有想到有大招这个时间点的话 反而进行了局势的一个逆转 是不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对线老牛了 然后这一把这个老牛拿出来就打出了奇效 两次奇袭全都中招 感觉没想到对方胆子会这么大吧 就是上来直接就连 这个连连完了之后再配合上卡莎 这种非常非常独特的能飞过去的特质 就TT可能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怕我队友 是 但OMG也没想那么多 而且看这有个小细节 卡莎虚空左地感觉是故意往那个地方去探位置的 也不知道是放歪了还是什么 他应该是探位置 应该是去看位置 然后边上有没有人 然后再选择飞上去的 被你这么一说好戏 你似乎有点盗 因为似乎那个时间点盲森是不是 如果是探到盲森了就不飞了 对就不飞了 可以 但是小龙还是要打的炸弹人已经就位了 又过来撞两个炸弹人大招给上 这套伤害给满了 赛拿开起了一个大招 同时 OMG的位置全面搜索到了一个龙区 看这套龙被盲森抢了下来 那后续的话 C3感觉不太好走了 走不掉了呀 直接拿下了一个双杀 哇 这波团打得有一点爆炸呀 OMG 爆炸呀 TT直接两颗人头入仗之后 再拿一条小龙 而且还是叫火龙啊 主要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把对方打退了之后 选择自己去接手的这个决策 感觉还是有点冲动了 这老牛确实第一时间开得还不错 但是自己家的两个C位 都是那种需要发育的 在这个时间段打架 跟对面不太成正比 看一下刚才的一个位置情况啊 老牛先手开得没什么毛病 对 主要这边其实 TT这反手做得也很好 第一时间朝膨到 然后这边卡莎先倒的情况下 后续盲森添一波进去 又把小龙抢了 加里奥后续入场的能力 直接把阵群给隔开了 确实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TT血转一波 中落的话杰格直接两颗人头到手 是选择换线了 让剑姬这边换到下路了 让杰去上路找诺手 现在杰确实优势比较大的 打诺手自己毕竟手长 有一点优势 应该也要准备把双人路 往中路去放了呀 这个先锋等一会儿 肯定是眼中钉肉中刺 是 这先锋的话 肯定两边是要去再抢一下的 等到下一个大招都好的时间点的话 两边可能要去抢中线 然后去判断这个先锋的一个优劣势了 卡杀一套装备 刚把自己的一技能给进化了 现在往上半区走 那剑姬一个人在下路带 这波如果说真的给TT一定的空间的话 把下路塔带掉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看到你人来 TT直接走就可以了 老牛这边丢视野了 正面嘲讽了四个反手 暗影聊天打得非常非常好 这一波 LOE能力直接拉满 远处虽然说炸弹人 一个科学地毕火打过来 但是蓝四方 OMG只能无奈后撤 这一波TT又是打了个大获全胜 这一脚直接踢了对面四个人 这直接给OMG踢歪了呀 而且下半区的话 渐渐还白拿了一个防御塔 哇 这波赛娜这个三技能太关键了 他这波开了一个黑物 导致老牛丢视野了 二连出不了手 但老牛刚进去直接来了个磕头 对 因为他丢视野了 所以说撞不到人了 对 二技能放不出来 哇 这波四打五还没打过 有点太亏了 下路一塔也掉了 四打五 而且是血炸了一波 这老牛磕完头了之后 直接加里要嘲讽四个 反身踢四个 暗影留人打四个 这全部伤害拉满了 这几把一个容错率不高的阵容 确实通过伤害全部都灌满了 没团了呀 这波 这打完直接爆炸 是 这波几乎都是可以说是 对于T这玩意团的 主要现在打完之后 就落手很惨 现在回去打建计打不过了 经济差一下就拉大了 而且上路防御塔也快要被迫放掉了 青江颖这波赶过来 是不是机会 对 先扫长腿减速一下 感觉好像不能太大 有黑霧啊 187滴血 这上塔还是得放 而且一直有一个加里奥的存在 其实加里奥 也是有点小克制青江颖的 是 你做出了之后 我一个英雄登场 你队友也不敢跟 就卡莎是不敢去飞的 战机6600的经济 在下路也是带得起飞 现在这个局势 其实对于OMG来说 有点不太乐观了 而且 它这个阵容拖到后期 其实也不太好打 相当之不乐观 现在已经有5000多的经济劣势了 他主要是处理不了 TT这边一个边带体系 是的 还是两条边都有人带 但现在经济优势已经是比较巨大了 8分钟现在5000块的一个优势 飞白跟战机两个人 一旦带起来的情况下的话 OMG正面其实也有点开不起来的 炸弹人在中午 好像有一点点要遭撞 芒松直接装备摸过来了之后 一脚踢走 再接天一波跟过来 伤害不太够啊 佳辽这波技能全用了 一手光盾 下路这边无上条线开出来 大招直接被挡了 挡住了开盾 完了 这波的话 诺手感觉要被操作了 诶 但失误了破空斩这边断了 闪现跟上去 还差一下大自定的外枪挂 外圈被躲开了 直接一技能上前 收下人头 这个小回头走位太细节了 对于CRR 这边的话同时开了起来 接放了一个大招 这个牛的后面被炸死吗 还要谈了一口知了 这个血量的话 勉强是拉了起来 老牛皮糟肉后 但这条龙的话 TT又可以顺利收下 但是现在 起码在现在 9分钟前 已经把能做到的事情 全部都做到位了 而且诺手刚刚应该是 最后的挣扎了 就是他那一波没挣扎过 后面应该就挣扎不过了 是的 没办法 本来诺手这个英雄 其实在有一定装备之后 打剑技就不是特别好的 现在两条边线的防御塔 都已经被爆破掉 中路只剩下一个800血的 防御塔了 残血塔 炸弹人 即使是 守塔小能手 应该也没有办法一直守住 感觉现在OMG 只能说是 等一下大能刷新了 找机会去编路 去抓一波剑技 其实可以 是 因为剑技现在上一波 对拼是用了双招的 这波果然来了 看到了 但是 但是老牛这英雄 看到剑技 没有办法直接先手 是 他却可以 先二技能 然后晕住了 被炸出去了 那这边的话 感觉 玉米可能有点危险 最后的话 一下 一进的 没有能够穿死 而剩下加料的话 交流一个闪现 同时的话 盲森被海刺科技大驻之后的话 自己原地 交出一个金身 Centery 在往后走 再吃了一个鞋的大招 直接被秒杀掉 而后续 当时Win只能选择往后拿走 太尴尬了呀 X-6通铁坐住了之后 AD不再炸弹人回城 没有任何的 还要受伤 感觉这中塔在手要被月亮 天空挂到 对 只能放开开了三个 但是没有人跟伤害啊 剩下的话 赛塔直接拉 接个安影疗员 伤害直接压敌 现在OMG所有人血量 都不是特别健康 再继续往前追 GT现在感觉势如破竹啊 虽然说没有能够击杀到人 但是这一波把人全部逼退 拿到了中塔 那现在OMG 这个中路外塔没了的话 炸弹人的作用 就会再度削减 而且现在炸弹人 在没有办法去推塔的情况下 作用就真的是大幅度削弱了 10分钟1万经济 再带两条小龙 下一波感觉TT 可以直接大龙去做一个埋伏了 刚刚出生新鲜的大龙 等一会儿应该可以直接动了 这局其实已经比较难了 主要刚才 其实青鸭影进场也稍微有点尴尬 他是大到了人之后再交的一个闪现 是 再回顾一下刚刚这一波 所以刚才这一波牛头虽然开得很好 但问题是没有人赶上去跟同时赛纳的一个三技能的一个效果 是把视野全部隔绝掉 炸弹人没大 这波如果炸弹人有大的话 感觉还可以跟一下 刚那波顶起来是吧 可能是另外一番故事 但这个阶段炸弹人 首先他出了个石头 首先他出了个石头 大招直接挂上 大C Winner很难走了 A一个果子回血 但是没有用啊 再叫闪现 这边闪现一个E技能 哇 没有办法呀 现在单线上的烈势太大了 是 边线上面唯一一波有机会打得过的就是再往前数的 那位置 这两个人又被找到了双C 有人哇一脚在传两个 从旁边落下来了一个家僚 从天而降 远处不禁死守 再度控住 任你牛头再肉 也抵挡不过三个人啊 这伤害现在还要再越一波 伤害现在真差太多了 伤害完全跟不上了队伍G而已 这波其实都可以驱动大龙的 单T这边选得稳一手 剑机还在下路带啊二塔应该是要告破了 对 其实这波是可以考虑去动大龙的 但是TT觉得这把已经十打九稳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抖 就是容易出意外 而且现在打野状态太差了 像OMG仅剩一成的翻盘概率了呀 说实话感觉连一层都没了 一层都没有 现在应该是进入了那种 就是下一把 因为我还是觉得其实 赛纳这个体系 因为OMG本身基本是不玩的 所以说 BP有位置 下路 下路只要现在碰上了 就要死 伤害真打出来了呀 虽然大招砍出来 但是没有用啊 伤害差太多了 操作拉满也没有用啊 就这一场的话 C感觉把之前比赛里面的气拳撒出来了 主要这把上下路打得好呀 起开花 前面就打出优势来了 20秒 小龙又要刷新了 感觉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于第一波小龙团 你看OMG这个位置已经在想 就是等对面打大龙来搏一搏了 小龙现在已经争不了了 明显不想给你翻盘的机会 小龙肯定是看都不愿意看一眼的 这个时候 而且也没有双伤暗影什么的 能够探路的工具 感觉能一打二的 说实话 这老牛加卡莎两个人不够杀的 不够杀 王森一个人 solo一下龙 正面的话 中路下路的双人组在推 现在无论说是编带上的一个线权 包括说正面中线上 都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优势 现在对于OMG的劣势而言 他们没有办法把视野做出去 只能收拾在自己的半区 而他们的C位在这个时间段 就完全发挥不出来自己的作用了 尤其是炸弹的人 如果说你龟缩到对面有三件套 但是你这里两件半 而且是没冒足两件半的话就没伤害了 现在是打一个中转上的节奏 中路线的话只要能够推掉 这个时间TT的转线上就是一定能有优势的 无尽四周又听到了听到两个人很危险 牛头直接开大顺隐杀阵上来 先找卡莎的位置 卡莎猎手本能往后拉 自己血量非常低 但前面青昌营已经顶不住了 炸弹人迟迟迟感到想说一下 但是交出闪现了之后还是非常灵活的走开了 下落 两边要约塔了 挡住 挡掉 最后一下 但是在闪现的位置有点尴尬 闪歪了 这里面对三个人的一个手势有点难走了 三人加一个塔 这位置肯定是要交代掉了 炸弹人收下这个人头 大龙这边都快打完了 TT的话以剑技为代价是拿下了这条大龙 是的 那是拿下的话 感觉节奏就更加稳定了 大龙拿到了之后回家补给一下 感觉这个剑技的阵亡 并不能够改变比赛的结果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反而经济拉得更大了 很有可能这场比赛 继续往后拖二塔圈拿完的情况下的话 经济可能破两万了 从第一波团战直接就 打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后果 这把前景还是劣势太大了 因为这两个队伍其实 从选手实力上来说 都是差距没那么大的 就是哪边能先拿到优势 包括说像之前的比赛里面 就OMG一旦他拿到优势 也是那种直接上来就碾压 不会给机会 有头直接闪出来 这边的话再过去要留人 但最后还是选择回来找家里 家里能秒掉吗 家里还是很肉的 一刀想再追 虽然砍掉 但是光诺手一个人收割不了 后排被盲森以及杰拳 看得死死的 只能选择往后撤 心力累啊 顺便弄手换到轮轮的时候 自己也倒下了 还剩四个人的推进 下周双人左加上炸弹人 有点难手了 上来直接看牛 这波没大的 一个大闪踢回来炸弹人 但是添一波是踢到小兵上了 这波小兵很关键 飞白是把自己给袖死了 这个节 感觉把自己玩进去了 但是见机的话 这个上路单单 谁带着管 一个牛是肯定管不住 还把牛给反晕住了 二连被挡了 团上面感觉是 打得非常出色 之前比赛的话 TT一直是输在这个龙团上 而今天的话 却在龙团上找到了机会 一个单代阵容 在团战当中 发挥出效果 关键前期这个阵容 可能说在单代端 还没有显得那么明显吧 主要优势太大了 上来七分钟五千斤 你不用带了 正面随便打 那也太定了 而且像猫皇刚才说的 这两支队伍 尤其是我们现在手游节奏 比较快的情况之下 翻盘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其实在这种 两个队伍实际 都很强的情况下 就更难出现这种 翻盘的情况了 因为不管谁达到优势 都不会给你一点机会 滚雪球都是那种 天衣无缝的 炸弹人大招在一跤 哎呦牛头又失误了 但这边三技能 直接拉上来一个 最终的加利奥 这加利奥 直接把团给打开了 万死 但是身上有一个春歌在呀 死不了 Z一丝血 赤莱卡 现在暴雨赶紧后撤 但是尤瑞这里 想换掉了吗 伤害很高 升掉了 血量直接被打灭掉 尤瑞这波太敢打了 伤害差了一点 不然感觉这波全收了 对 但是现在小龙马上刷了 远古龙 我觉得这可能 是OMG要出来 搏一搏的一个时机了 但是现在兵线太差了 有两路超级兵 还有半分多钟复活的AD 30秒复活 敢不敢来动 但是感觉一路 全押进来了 有点难 主要现在你来打的话 其实4打5TT这个团 也是随便给你接的 而且有一个剑机在家里 随时有可能受到被推的威胁 现在剑机这个单线上的威慑力 实在是太明显了 但你别说 这波操作起来之后 现在有那么一丝丝赢的机会了 就是把这条远古龙 一丝丝 对 就是抢这条远古龙 还是要打 虽然说剑机已经叙事待发 但是正面只留一个人 来看住上路 剩下的人要在龙区附近集合 但是TT恐怕不会跟你来拼 这个惩戒的机会啊 而且这个骚妖已经复活了呀 正面想开 扫荡队扫到两个了之后 配合着牛头的开端 看来还不出SMI 是不是要卖一下 左脚被打出来了 这边压起身 直接拿到盲松的人头 后续截上来了 但卡尔有一个金身 但是已经绕后了 逮到这边玉米 玉米永远难走 原地交一个金身 这边金身起来 一个压起身的嘲讽 没压住 没压住 玉米还最后一次血没有死 左脚抬起来 那小强中三层半 谁被三人围墙 最后被反杀掉了 又打赢一波 只能马后撤 这算是奇迹一波了 但是这波打赢了之后 这个线能推出来吗 主要自己也是阵亡了一个卡杀 感觉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个地图的一个目标物 但是给OMG有了 至少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这一次喘息的机会 非常非常之重要 主要是这个玉米 在两个人的围堵之下 以及压起身之下 他没死 一丝血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而且这牛 这手救的太好了 他把剑技的破空招给打断了 现在两路高地 虽然说影响很大 但是他们 虽然非常的坚强 对 看似现在局势已经是一面倒了 但是OMG硬生生把这一口给咬住了 看一下 这波开的是真的好 是 抓到了这边 TT走位的一个失误吧 其实你看现在 如果给OMG正面打团的机会的话 OMG是能打的 因为他双C经济非常高 是的 而且他现在有两路超级兵的一个经济加持 这波非常的关键 精神起身的时候正好弹开 没有压到 是的 而且牛头也是救了他一手 再加上一口回血 然后醒过来的话 直接被三个人围住了 结这个时候的话 影子在技能真空期 但这条龙感觉还是不好抢 打野过来感觉来不及了 视野已经看到了卡米尔的位置 上路见机也在带 这边停了 选择过来找你的人 但感觉TT不会给你 想看了吗 开两个 但是第一时间被弹开了 我这伤害太高了 塞纳被秒了 塞纳被秒了 还在继续去打 但是TT赶紧往后撤 上路的见机也在往前压进兵线 说实话 现在打团已经不好打了 我觉得TT现在如果继续打团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可能真要出问题 因为炸的人伤害起来了 对 因为刚才我看到玉米经济实在太高了 玉米刚才有16000的经济 打着打着 将近17000了 206的数据 而且装备也快神装了 拖到20分钟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哇 拖到20分钟 我感觉现在TT可能得转一手 假装打龙 然后转偷家了 是的 要转偷家 或者说要去找机会偷大龙了 就是发挥他们阵容的特色 因为现在对于TT他们的优势 就是在于他们的编带 起码剑机 以及杰这条线的话 还是能够把线处理过去的 现在虽然你看这边TT经济领先比较多 但不出来 哎 出事了 被转了一手 最后一下 被击杀掉了 而且还能走 哇 这个叫出问题了 下路也逮到了 抓到一个结 最白这边能走吗 被盗住 最后团结坐住 有一个大招 加利奥也支援过来 逼出这边青昂影的金身 这波能走 回头还想反打 复活甲没有被打出来 还在追 一脚踢到玉米 这个位置加利奥再嘲讽一下 有的话还能在顶 没有后续伤害了 有闪线可以走 但是剑机一个人带两条线 你是管不住的 可以打圆古龙 这波TT 时间也很久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大四飞的才会复活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炸大人有大 有没有奇迹 有一个T 有一个TP 有一个TP 剑机直接来家里了 把人员的注意力分散过来 最白这波真是吓出一身冷汗 真的吓出一波 他也被一个大砸死 是的 就玉米现在上来确实太高了 但是还是老问题 兵线一旦被压制到高地上之后 野区尊员的竞争就实在是太乏力了 我感觉现在还是要去打这条大龙 对 这条大龙 不好直接推 是的 但现在剑机确实后期能力体现出来了 非常强势 如鱼得水 在边线上面没有人能够制裁他 这个诺手现在是我安全管不住这手剑机的 大龙下雪的速度非常之快 OMG也是角色非常果断不要了 这个龙确实没有防守机会 这个龙线已经过来了 剩下虽然是一个双C 但是这么多线 根本处理不过来 卡莎 尤瑞倒下了 那恭喜TT赢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恭喜TT 在这一局里面通过单代的阵容 虽然说 那看一下诺手这个点 TT会不会去搬 诺手以及洛 看一看 要不要幸福二选一 洛的话他开出能力太小了 还是得搬 最后加辽九筒二选一 感觉这边可能会考虑 辅助开出来的话 TT也不一定会去抢 加辽 加辽 那青钢影现在还在外面 要不要去拿 但是有九筒在外面 我感觉TT不太敢去拿青钢影 是的不太敢去拿 因为你拿出来的话 其实之前TT这么试过 就败了 就OMG是非常擅长于 去利用九筒或者芒森 这样的应用去克制青钢影的 所以说明知这样的话 偏往虎山形感觉有点太过分了 来了九筒拿了 先抢九筒也没什么问题 那芒森还open在外面 芒森也放出来了 嗯 芒森懦手 两个点的话是感觉 优先直接抢 没有任何问题的点 青钢影 青钢影懦手 跟上一局一样的拿人 但这样的话 TT可能大概就还是会选剑击去打 是 没问题啊 上一把剑击手正热 对 而且这把有炸弹人在外面 嗯 其实这样的话 OMG看自己怎么去选 呃 TT看自己怎么去拿吧 因为呃 他如果不选炸弹的话 其实OMG三次主 也有可能会继续拿炸弹人 所以这局感觉 在二三楼 感觉剑击跟炸弹人一起出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继续 继续坚持赛纳体系 直接赛纳了 赛纳剑击嘛 也可以啊 赛纳加剑击 确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对于OMG 现在感觉是要考虑 炸弹人拿了 我觉得炸弹人 还是拿了会好一点 因为他不拿OMG 又拿炸弹人 虽然说上一把是输了 但是其实炸弹人的 后期的一个恐怖能力 大家还是看到了 造成影响很大 玉米拿到自己招牌脚跃 这把下路怎么去拿的 因为为什么说赛纳体系好 因为OMG下路玩太常规了 他现在出卡沙的话 对线打赛纳其实很难受 很难受的 就相对来说 飞机会好打一点 飞机的话 这种ADP也均衡 那上野两益地嘛 看怎么去拿 或者说拿出来一些 之前大家没有见过的地牌 别来闻吗 有没有这种东西 还是卡沙 那这样其实很被动啊 这个选择 一块辅助 这就是辅助你无论怎么配 对 没有办法提升下路 因为其实现在最好打的 一个上了班位 一个被对面选了 对 吐鲁没了 再选手芒僧 芒僧 见机 没毛病 这局任务持跟刚才区别 也没有那么大 你要继续选牛吗 不好选了 只能拿个疯女 来手反手能力比较强的疯女 但是 这个疯女选出来 说实话 感觉定位也蛮尴尬的 相当之尴尬 我感觉 OMG是想加强自己在下路双人组的一个对线强度 而不要他们被动 因为讲道理 在这一手最好是补一个开团 因为你打TT这个阵容 TT是跟你玩拉扯的 TT阵容手长 他不会主动选择着就被去跟你开 是的 所以说 MG要选一个拉扯能够 包括说正面能够找机会更多的这种体系 某种意义上说你选一个疯女这种反手可能打不太出来 选疯女的话相当来说你对线可能会好过 但是你打到后面你就难受了 你打其他的软 比如说纳美什么的感觉效果也差不多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反正都是软服 对 而且这种就是别人选一个塞纳你选卡莎 感觉就是撞枪口上 但是你就没办法 塞纳就是专打卡莎 是的 塞纳打卡莎太好打了 线上优势很大 而且往后期打的话塞纳也不会有任何的劣势 对 成长线很高 而TT这一局的阵容好的点在于他的双C手手非常的长 就不仅仅是打拉扯能力 而且有一手带在非常厉害的剑机 一旦前期成功过渡打到后期的话 基本上OMG正面很难直接开到 而且这手九筒也是很counter卡莎的一个选择 对 你进场之后你没有很好的后续进场手段 九筒可以直接把你人劝退 哪怕说把你青岗椅炸出去 或者说在你青岗椅进来之后 我炸你后排 你后排别过来 其实都是一种选择 同样都是那种打后继续发育 因为脚越卡莎 这两点也要发育 但是他发育到后期手偏短 所以说正面真的想是那种5为5硬碰的话 可能后期会吃亏 感觉OMG两码拿的阵容选出来 线上兄弟们压力有点太大了 这把就是先不说打团或者后面带线的问题 就起码你线上这关你得过 三线烈士 最后没招没招补了个疯女 对 上一把其实从对线期来讲 OMG已经处理很好了 上一把下路对线直接是打出击杀来了 两颗人头起手 但那样也没有赢下比赛 这比较可惜 对 对线打OK了 但是团战没接行 要看这一局吧 这局肯定前期的联动对拼会比较多一些 毕竟打以轻抗颖中六是个角月 这盘说实话两白阵手前期感觉没那么容易能打起来 TT这个肯定是中路炸弹人归着打的下路的话手又长 主要中路这两个都是不太能动的英雄 角月虽然说打炸弹人你可以前面强行拿线权 但你拿到了也没多大作用 也没多大作用 你不太能够像什么龙王这种英雄直接就包到上路 直接飞过去是吧 对 但这把转线可能会提提面临一点问题 因为你打到中期的时候就一般双人线战中 但是炸弹人这个英雄是一定要自己战中的 就OMG选风女感觉还是想让这把野斐联动能更紧密一点吧 这把选角月肯定还是要三分多钟四分钟内波直接把角月换到边路去 然后双人组战中这样风女可以跟着打野一直去游 这场也只有等打野找机会了 但前期不得不说OMG的压力确实会非常的大 就看对线期了 好 来到战士峡谷BO7的第二局蓝色方式斜下一城的TT 红色方OMG 本场植物屏数由CAT乃地十一运进带来 一级碰撞一波打破雪亮 秒个眼 中路的话依然是四人抢中 但还有一点不值得 值得一点就是OMG再拿到角月 其实他们在打团端上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出彩的 嗯 然后还是玉米经验比较老到吧 对他角月每次进场机会抓的比较好 基本上都能大到对方多个人 但是这一手拿角月的话还是老问题 就看转线那一波能不能打好了 以及对线期 还是前面线上难受 这上路还是下路 呃歪圈没有挂到 很伤 这个一击是被砍伤了 这个换的血亏 砍了个三级的 哎呦 而且这种带征服者的剑击 这种对拼能力是很强的 打人太疼了 这吧看下路吧 这个疯女选择 因为也比较久没有见到这个英雄 是啊 现在稍微有点冷门 武精四手定一下偷一层魂 我觉得这英雄说他对线能力强吧 在推的时候 其实他在软斧里感觉对线能力算差 对 并算出彩 这是矮子里头拔矮子拔出来一个疯女 这英雄优势就是跑得快 对吧 嗯 和二技能一个加速 而且他前期靠打也没有很好 上半区没过来了 但是有Sanary帮忙呀 三越二感觉不是很难打吧 这越不了 主要是个炸弹人 你这波换个狐狸来直接越了 那是 狐狸感觉这B7都不一定能放出来 OMG非常非常针对狐狸这个英雄 但狐狸这个点OMG一直很针对 确实也有点没想到 因为感觉狐狸这个英雄 其实强度上来讲也没那么恐怖 主要还是带线权 对 下半区和蟹感觉要碰一手啊 风流已经慢慢绕回来了 这一波人比较多 小月 技能全用了 在这边炸弹人帮忙炸了一下 拆到了 万磁血量很低 但是交一个闪现往后面就撤了 玉米想追 闪现再往前一刀 但自己恐怕也走不掉了呀 而且鲁空里面 飞白这边也是被两个人给堵住了 只能交闪现上来 两边赶了一波一换一 这波打起来了的话 虽然说第一时间OMG这里 占据一个人员上的优势 但是最后人头还是做了一个互换 一体支援也很快 双人组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那人头分配还是OMG赚一些 这上路有点小炸呀 这兑现队的 兑现感觉有点堆不了 现在还被卡住了 感觉也不小 炸回来 炸两个非常漂亮 暗影了言直接跟上去了之后 优势血量非常非常的低 一个滚动九等 滚掉了这个人头 下半部分OMG又出事了 这什么事 感觉红蓝方互换了 挺奇怪的 是的 而且又确实有点离谱了 但是怎么说呢 代入了一下 因为第一局也是蓝色方拿到 就是在下路拿到节奏 而且另外方面是 这局是他们下路优先选择一个疯女 然后出了事情 确实 他们这局下路是想打优势 结果下路从对线开始反而变成了一个烈势了 这九筒又是两颗人头 炸回来 这波没闪的 但是有三技能啊 这波很漂亮 伤害感觉有点不太狗 主要芒僧没闪 有闪感觉一个大闪踢回来杀了 这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是别人直接名牌给你一手九筒 这个赛纳走下路 对 名牌 然后你后手选了两个不好打的 是的 这是赛纳出场了之后 这是最古老的搭配了 算是 搭九筒 虽然说后面研发出了跟狗头的搭档 但感觉还是跟九筒更生猛一些 而且这样你选疯女还有一个问题 就上一把你选到牛头 你还有开团 打野可以来帮你 你选疯女 打野帮都帮不了 得你去帮打野 是的 疯女是一个偏向于在对线拿到优势 去靠打野的英雄 你疯女一旦是劣势的情况下的话 你甚至都不能跑线 然后你打九筒加塞纳 这双续航 换血根本换不过 刚刚九筒确实也开的漂亮 SMY这一手爆炸九筒直接两人全开了 这小龙可能会考虑直接动了 中路下路同时推线 现在剑机也在推 OMG也可以考虑一下直接放了呀 放了 中路一波兵线推进去 你叫越这部线得吃吧 嗯 看一下要不要打吧 我感觉OMG可能想来试一下 不然一直拖着也不好打 哎呀 九筒位置被罩出来了 来了 想抢 扫到了 状态不是很好 没有抢到呀 盲层稳稳的逞下来 只要一个大招拉到两个人 这波盲层闪现上墙 九筒因为在轮空里面有点扛不住了 也交缠回来 复苏进风抬起来 但是玉米直接飞了进来 玉米也配合着 猎手本能赶过来 这是艾卡肖宝宇 再配合一发平A 收到了九筒的人头 哇 这个果子给啃起来了 玉米没有打 而特意的话C过来 在闪现位置有点尴尬 破空斩回来 还剩一刀 打出了自己的回血阵 而且正面无尽色度控住了两个人 OMG两人被控了之后 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但是奈何飞白是一个炸弹人 没有办法继续追击 但这波诺手在上路很开心 爽吃了一波 带了一波大线 带了一波大线 终于回上来了 因为前面对线的时候 已经被欺负了五分钟 那这样对于OMG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呀 卡沙挺肥的 对 还是两颗人头 这波龙虽然没抢到 但这波团打过了 而且上路还发育了一波 他们这个双人飞进场的能力 是比较强的主要是 进来了之后 直接你一拳我一掌的 直接一个人拍拟了 而且玉米这个地方 能走掉也属实是 扎弹人这个皮肤 那个雷像个果子 刚才奶弟以为他吃了一个果子是吧 那个 哦好像是 你又没有想为什么会在那么奇怪的地方长 但是我看他在回血啊 确实挺像的 他那个地雷阵是吧 像一个果盘 挺像的 上去吃一下吃出事了 果子有毒 但是我看他血量是在回啊 那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确实有点僵硬 有点僵硬 扎住了 可能升级了 不重要 看一下这条先锋的处理吧 下落这边风女还想蹲一手啊 有想法 是我们六分钟了 感觉除非的见机 但是角约在下落好像找到了一点点的机会 配合这旁边的风女想进去连动一下 但是风女的二技能是打歪了 再坚然复苏季风在塔下疯狂回血 玉米收下了这个人头 这波有点没想到啊 这也没想到草里居然蹲了一个风女 而且他们的战术应该是拆下塔了 这波不再往上面去走 炸大人想过来给一个大招 应该支援一下下落的兵线 防御塔赶过来 卡是肯定掉了 只差到一个兵 大招迟到了呀 这波苏的这个支援游走很关键啊 这很灵性这一波 而且他这波打完了之后玉米飞起来了 感觉这个阵容想赢还得玉米飞 而且感觉下落都这样吧 就是跟A.D.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都如胶似齐 一旦终于哪个大哥起来了 就只剩A.D.了 蓝音虚果罢了 而且就是玉米的这个角约 真的他出装就怎么说呢 就特别自己的想法 特别针对 就他玩角约是要出这个父亲背心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他才敢去 跟这个剑机拼个你死我活 哎来了一度平顶上来 再吃一顿 但没后续了 但是也不太敢踩 我们C.D.出来了之后 应该就是保一手了 九桶也有大的 九桶三下都有大 但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 苏其实开始游走的平凡起来了 刚才第一时间上半部分打架的话 苏也在往上路靠 现在百分百参团率嘛 而且他有一个双生暗影 这把确实游有能力挺强的 对的 就是现在给阮府的一个福音吧 就是这双生暗影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留人能力 到苏也在这直接就让了 这个塔是根本不可能守得了的 但这个先锋说实话有一点点浪费了 有一点 其实他这个先锋 如果放到中路会更好 毕竟自己有个炸弹人 是的 就随便耗一点血量 一个定点爆破 感觉都能把那个塔给拿下来 没错 他半分钟的时间刷小龙了 这一波把下路塔撞掉了之后 感觉梯梯还是有一战之力了 又来了 这波故技重施 但这波对方是两个人啊 二打二 开上来了吗 不着急 但是双生暗影已经放出去了 那应该短时间之内 不会再朝这双人 主要角约这个装备 说实话伤害真不够 感觉打起来还不一定谁赢 你不能指着父亲 必须把人弹死 主要还是一个减治疗的效果 对于剑姬这个英雄有一些克制 火龙刷新 这个火龙两边应该都挺眼馋的 现在角约能优先把上路线清掉 清完之后的话能直接去靠的 正面的话直接开起来了 飞白 被孩子杜通敌盖住了之后 再被踩了一脚但问题不大 还好二级能能弹 是的 后仰溜走了 后可一点血量 玉米已经过来了 但这波没有卡米尔大招的情况 感觉OMG不太好来接了 感觉现在对于角约来说 还需要去边线分担 还需要打点钱 做个真正的输出装 看这波线推了之后 会不会选择去靠这条火龙吧 因为现在下路芒僧 也是带了一波线过去 需要OMG这边人来守 疯女现在把香炉给摸出来了 卡莎虽然说三级能还 没着急进 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可以是围着她打的 所以说疯女应该站中路线这里 赔得多一点 诺手和剑机都得往正面绕 有点来不及了 看Centery能抢吗 2000血 要过来试一下吗 来了 狗索 这边一个战士猫子抢到了 一击扫堂腿 而且这边猛龙白尾一脚 还把她送走了 这个 抢了好像似乎有点轻松了 就帅 这波抢的 但确实没办法 就刚好是一个二技能配合惩戒的一个伤害 正好斩杀掉了 他这个真的是 严防死守 结果最后还是被抢 而且就那么一瞬间 ONE4这一脚已经踢得很快了 玉米看了笑嘻嘻 两根棒子一揣 等着自己的帽子 一旦做出来的话 正面就可以去打团了 又来了 这草里不是盖伦 总是一个疯女 疯女 但是这波配合的人 可能离得还稍微 难道要开大直接把人吹出来吗 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自己会有点危险 有这么一手说法 这个炮车是最后的机会 好了 来不来来不来 下线车 追两个正面的话 骚扰血量非常的低 再挂上一个二技能了之后 只能无奈开启精神 正面SYM应该来不及 扛了呀 自己悬量也特别的低 赶紧往后面去撤 收掉一个AD 又是靠着疯女 这个疯女啊 但是TT很聪明啊 中路直接偷你一手中塔 这波其实打下来 感觉TT也不亏 主要是风女 虽然说配合还不错 但是叫的人稍微多了点 嗯 而且 你换的是一个中塔 这波TT损失一个头 但是中塔拿掉了 对于TT来说是比较开心的 没错 这疯女确实感觉 OMG玩明白了 是我们层数低了 嗯 这几波游走 确实挺意想不到的 但是 这么下来 感觉后面TT可能就有所防备了 就是会插眼了 对 哈哈哈 或者说什么技能探一探 不是可能会进去人看一眼 对吧 探一下 不能老被一个风女蹲到 颜面核存 然后还是那条火龙被抢了 有点伤啊 TT 这把肯定是要跟OMG拖后机去打的 没错 上路好像有点想法 对 拖到剑机 在边路有载之力的时候 刘童也在往这边赶 但是脚越也不甘示售 我旁边全是队友 已经从野区里乌泱乌泱的赶过来了 知道队友在这边靠 所以说玉米吃塔线不怕有危险 这把赶要发育很久了 这是大龙两边都不会去开的 两边双C都太发育了 这些英雄选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什么三进套起手的 好 脚越的话 自己的大帽子也摸出来了 哎 好像有点想对这个双人组动手 旁边大军将至 玉米这波不在啊 可能这个塔得给了 守塔是守不了了 但还好双人组全身而退 脚越来下路去带一下兵线 我虽然看似现在TT领先不是很大 但最关键的也是在于这个中塔推掉了 中塔推掉之后的话 两边是也可以往里放了 三座外打全部推掉的话 你也去里面 基本上前期抢也去资源就很难抢 对 但是现在没有小龙的情况下 其实OMG也不慌嘛 就他完全可以就慢慢吃三条线就好了 再拖一拖嘛 等三剑 对 毕竟他知道你TT也不会去打大龙的 脚越 卡莎两个点子 经济都非常非常的高 双C经济都好 嗯 但是我觉得TT可能还是要等到边路 剑机站起来的那一刻 想留吗 留一下大招 预判了一手 没有预判到 嗯 还想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小龙刷新 而九总大招可能第一时间CD是好不了的 哎呦 很凶 很凶 有眼 现在主要看到你弄手在上路了 这边正面是少人的 哎 九总其实第一时间没什么威胁啊 九总没大 知道你没大招了 下路想来强行拆一下 弄手又舒服了呀 但是弄手这波舒服了 他代价可能有点大 这么想拉一下 但是被间接 半身给晕住了 二塔成功拔掉 嗯 但弄手这边也在带了 但是TT可以拿这条小龙 这波 二塔换二塔 半身打小龙的话 剑机回家 玉米是没大了 这波 这个小龙可能要给 但是TT也没选择轻举妄动啊 先看一下 嗯 不打吗 我感觉其实可以打 其实可以打呀 对 因为角约没大呀 这个团怎么想 OMG都接不了 对 而且九总大招马上就赚好了 如果说真打的话 现在已经OK了 但角约的等级领先还是挺多的 对 因为他一直在边路带线 这就是包括说赛前那个板子 对位领先经济4000 对 但是为什么说他的伤害转化率 只有126% 就是因为他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刷前速度太高效了 相对论是吧 相对论 因为打钱多了 所以输出少了 我的伤害并不是低 而是因为我的钱太多了 所以伤害转化率低 也没啥毛笔啊 现在的话节奏相对放缓一点 两边现在没有地图资源 去争的情况下的话 先要优先把线给空掉 但是现在TT只要把线控完 然后其实转小龙还是挺方便的 角约三件套了 这波回家了之后 三件套虽然说鞋子还没附魔 但是正面打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这个龙是不打算要的 关键还是在没有中塔的关系 感觉TT这边 没有第一时间去打这个龙 可能也是想再拖一会儿 拖一会儿 就再拖到后面 让塞纳再多叠一会儿 有没有这种可能 毕竟塞纳现在两件套 毕竟我无限成长 对 对吧 理论上来说 打到越后面 我优势越大 而且炸弹人的话 最好也是等他个三件 因为他附魔的比较早 这个金身出的早 所以说基础装备就得再等一会儿 对 我们手游里面鞋子在做出一千块的二级鞋之后 是有一个附魔的 这个附魔还挺贵的 附魔也可以附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所有主动性装备全部都是附魔来的 像这个圆形腰带中亚 包括说九筒出的十项鬼 对 角越又来下路带了 这个中塔嘛 有炸弹人的加持之下 确实拖到15分钟就已经非常难拆了 看角越这装备 说实话感觉能跟剑技碰一碰 碰一碰 有小跟家来了 开炮 跟上来月神冲刺 直接冲出一段闪现 我发现了 OMC现在打法的话 就是让玉米这条线能够去带穿 然后风女去保护他 而不是让打野来保护 这波其实Z不敢动手的原因 就是意识到风女来了 对 不然他这波 其实是可以操作的 1v1肯定是有机会的 我记得之前我们的Q&A环节 有人问过 怎么样去打剑技 是吧 找队友 有了个解 有了个解 选一个辅助风女 然后正面 中单选角越带反甲 是个解法 那现在可能还是要再等一下远古龙吧 感觉远古龙没出来之前 两边应该就一直发育了 除非说有人失误被抓了 比如说这里 C来了 月光打击没有中啊 反正听说你没闪现 有大 但是这波想杀一个苏 直接开你风女啊 旁边队友来了 这边TT人支援过来了 全都来了全都了 红色方的人也来了 正面角越第一时间先挂掉了 SVY自己有一个实用轨在 非常的肉还没死 诺手上路高地已经给你拆没了呀 你说是转还是亏还真不好说 因为把上路给带掉了 那得去动这条大龙了呀 是的 必须得打了 38秒 复活时间还是很长的 但是对面的打野 双招都在呀 这怎么办 可能会被抢 但是我觉得也得打 得拨一下 不然太亏了 而且要把人给勾引过来 但是现在谁能去把这个青钢影给看住啊 九筒现在也没大 感觉没人能去看青钢影的位置 先来打这个龙 九千血 吹一下 到五千血 还是三千血左右挺手吗 但很危险啊 或者留技能直接斩杀 五千 正面塞哦 还在打了一下 Centery被剑机逼走了 但是正面龙没有着急打 剑机在上面一筒三 非常的修悍 这风女背已经捅死了 而龙的话直接打 万死还剩一千三左右的血量 而上面的话 大龙已经被剑拿了下来 反身打死无垠的还要再打 但是手上是没有大的 剩下两个的黄尘平 最后剑机一刀 直接脱掉了诺少 而反身这波团战的体力赢得下来 脚越来了 脚越来了 但是打两个没有用啊 就是大招好了 控制拉板 一波了呀 一波了呀 中路可以一波了呀 这个复活时间 非常的久 还有几乎都是三十秒以上的时长 最快的话 是风雨二十三秒的时间 感觉是不好守的 带着大龙buff过来 虽然说三十秒之内 推掉我们的中路连续两座塔 会触发小金塔的机制 但是五个人都在 这一波是完全可以直接结束游戏的 拆的太快了 拆的太快了 小金塔感觉顶不住 OFP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水晶高破 运营十八分钟 但是在一波团战里面 还是由TT拿下比赛的胜利 所以可以开下路 下路现在两板斧 一个虚空之女 一个卡莎 就这两局打下来 发现没有什么更好解 而且这一楼居然是不选九筒 选了一手卡密尔 那九筒赛纳感觉又很舒服 赛纳被办了 赛纳被办了 抱歉 九筒 九筒感觉拿出来应该没问题 芒僧也可以考虑 然后我再出个剑技 这样打我很舒服 是的 那感觉这里可以出瞎子 瞎子和洛 瞎子和洛 感觉比较完美 哪怕说拿洛手 但是洛的感觉不着急 果然是瞎子 芒仔加洛 因为现在大部分队伍 其实九筒跟瞎子 一定要保证有一个的情况下 然后去克制对方的青岗影 还有就是你洛霞要不拆吗 感觉九筒肯定要拿 九筒得拿掉 九筒加霞有没有搞得 就选九筒的话 他可以九筒飞机 去打对面侠落 能打 九筒加飞机 感觉可以直接锁 他选九筒的话 侠大概率可能不去拆对面了 直接给你 对 我感觉九筒加飞机 这样还可以藏一手 阵容还可以继续摇 然后同时 TT这边选弱手的话 其实OMG这边上路 可以选别的英雄去争队 卡莎 还是选双人组 大概率感觉这个九筒 应该不太会去给玉米玩了 还是应该会往下半部分放 优瑞感觉就是那种 卡莎人助力 放出来就拿 现在看下来就是 英雄池里面的就是他 嗯 霞这边应该是要拿的 没什么问题 落霞肯定肯定这个 感觉可以出中路啊 给上路一个counter位 要先脚跃嘛 我感觉脚跃得抢 这把炸弹人还在 炸弹人会脚跃我 但是这把炸弹人的 就是存活空间会比较小 因为有九种青钢影在 嗯 炸弹感觉不太好 可能脚跃 或者说 还是拿了还是拿了 虽然说生存空间 非常的恶劣 但还是拿到 这把感觉 这个阵容 我们目前三手看上去 要更舒服一些了 1G角跃 还是可以 角跃加弱手 角跃弱手 感觉没什么问题 角跃到弱手的话 阵容也会很整体 嗯 但同样啊 冲击力 冲击力很强 如果选角跃加弱手的话 就跟 第一局会有点类似的 也是在于 这个阵容拼向于打团了 哎 没错 因为最后补一手剑击出来的话 又会陷入了也是 最后一手换了 而且说 如果说选择到位的话 那这个 青钢瓶的分路也会产生变化 往上路走了 TT最后一选 剑击吗 青钢瓶往上路走 然后 这一局的话 青钢瓶再对上剑击 就还是看个人 没毛病 还是看个人 还是剑击啊 主要前面两人 选出来都赢了 都是MVP 就这种说我赢了 我肯定不会 但是这局怎么说呢 这局整体阵容的话 炸弹人配上一个霞 炸弹人保一个后期 你通过落霞 去打一个前期的节奏 但是打到中后半段 这个阵容容错率 好像有点低 后期让剑击带 只能让剑击带 正面炸弹人拖住 但是卡米尔在侧翼的单带 其实也没有那么怕剑击 是有的一战的 那这把OMG 其实为了顶你的墙开 为了顶你的后期的分带 他把自己的墙开已经拉满了 最后补到位 主要塞纳斑了 你一下感觉舒服很多 就起码你后期压力 不会那么大 对 我有目标可选 不会一团黑雾 感觉OMG确实 也从第三把开始辨证了 因为毕竟输两局 在于赛纳这个点身上的话 也是要找到问题所在的 前面两局真的就是输给 输赛纳这个点 其实输得很大 对 BP上面真的就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 把这赛纳搬掉了之后 整体上面就感觉 跑突破了很多 是 主要前两把其实看 OMG整体的一个状态 还是有的 其实打团啊 正常拉扯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尤其是第一局 打到后期 那个韧性就体现出来了 就所以说总的看下来 也不是说OMG的状态下滑了 反而是说TT通过赛纳这个点 找到OMG的一个突破口 调整的好 而且他这道体系玩得太熟了 没错 后面打他 都要搬一手 就如果自己不去拿的话 关键OMG自己也不玩 对 自己也不玩 关键自己不玩 然后对面玩 你又不好针对的情况下 最好的就是直接摁掉 然后这局的这种体系看下来的话 开团点确实也会比较多 九筒的开团 然后魏的开团 包括卡米尔的开团 多点开团 正面 你这样说炸弹的人能够牵扯 炸弹的人其实压力确实还挺大的 他们这把接着打4-1 不太方便的点在于 到后期的时候 正面四个太容易被开了 而且其实TT的侠落玩得不好 就从之前的比赛来看 而且他们选到侠落会有个问题 很急 就他选到侠落 他前期一定要做到事情 然后反而因为自己这种心态 会给对面机会 TT都是之前蓝色方自己搬落的 就是他们非常不想 不想去看到这个组合 自己也不想打 之前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就自己选前期这种 但是前期一直打不好 但是侠落选择只能拼前期 对 这段时间有没有调整过来 对 他们这也是考虑到了 就是侠落是拼前期 所以说中路补了一手炸弹的人是保后期 就需要有一定的后期宝藏 是的 还有剑技 你后期有一手分带 就如果说全部都all in于前期的话 你一旦前期没有打出优势 那到了中期自然而然 举期就开始崩溃了 还有TT打到中期半段的团战 确实也会容易出问题 这也是之前他们输给OMG的原因 而今天的话感觉 现在在不断调整 所以说这一局感觉就是一个风水岭 因为如果这局TT继续拿下来的话 手握四个赛检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轻松的 感觉他这些的剑技就是冲着FMVP去的 这局如果赢上来很有可能4比0了 是的 就赛前大家可能会想到今天有可能4比0 但没有想到 没想到TT会有可能4比0 是的 但是就看这一局嘛 刚刚乃地也说了 分水岭时间到了 这一局真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风水岭 因为哪怕说OMG在半点赛拿情况下 TT仍能赢下来的话 就已经不是短期内能够迅速处理 就是状态已经到位了 对 状态到位了 而且这时候可能下一局要办剪辑了 我觉得主要是让三追四其实很难 抛开一个实力 心态这方面其实也需要调整 顶不太住了 对吧 这压力太大了 而且特别是OMG其实前面也都是一路引过来 他没有输过任何一个大场 他们前面一共就输了三个小局 对 一共三个小局 一共三个 二十个小局输三个小局 两个输给RNG一个WE 对 而且预选赛的过程当中只输了一场给WE 好 来到我们BO7的第三局 OMG对阵上TT TT已经是拿下两分 本场直播屏数UCT 乃第十一为您带来 这把 从初期半段的话也是 一级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特色 也是一样的 多人抢中 多人抢中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规划 下路这边直接送线进来了 没有卡 送回来自己这边可能要刷一个石头人 你吃小的 我吃大的 还是比较和谐的感觉 这个确实挺秀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吃石头人 就是打野都是换了其他路线了 但这样确实打野效率提高了很多 你别说 有点像以前端游那个就是 末日你有没有印象 那什么帝王刷野 就是你选个末日辅助 然后过去帮打野 帮打野一起刷 还有当时那个大树的那个版本 对 就帮打野放一下 感觉挺舒服的这样 节省打野的一个刷野时间 那种就是打野得是队内有地位才行 这一玩意是打野合玩的 对 这出气已经直接过来帮中抢先了 现在抢完的话看起来要不要考虑 就在1分25秒之前先抓一波上路呢 但是魏就在旁边啊 这波不太好跃吧 应该就是动一下河蟹 动一下河蟹 有防备 感觉今天Z确实状态挺好的 Z这个选手真的就是有一点吃状态 状态好的时候真无敌 状态好的时候就把把乱杀 杀疯了 那这直接双河蟹了呀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这边TT是上中下三路线 三线线权 对 TT感觉今天三线线权 都能做到事情确实做得挺好 这都在防备卡旁边张牙护照 这种还是就是BP做得好呀 对 你这阵容选拽 你前面就是很舒服 但是其实丢一个双河蟹 我觉得对于OMG来说影响也不大 影响不大 我们这个阵容都还是偏向于 有了大招之后去做事情 就5级那个时间开始发力 对5级发力 双河蟹丢了影响 这时候双河五级了呀 但剑技现在满血了 血量回复上来了 看一眼 我这边知道你打野在这 已经有警觉了 今天C状态确实很好啊 而且本来就是一个 底蕴很强的选手 不给机会了 完全没有 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表示不太对劲 之前胜者组决赛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玩的 你不是这样玩的 我之前抓你很好抓的 就 我都不用抓 我人过来你就上了 是的 来下路想寻找一下机会 但是洛霞刚好准备回家 这边是直接要硬清兵线了 啥是不太可能的 大招清线 这硬清兵线 硬清兵线的话 找机会应该要避回去一波了 回成一波之后 然后看情况 但没有选择回啊 去河道吃了一个果子 这边也是看你 反正现在中路明日帮 我可以一直去推 再多推两波 等一下差一点钱 回家把时光账买了再回 是的 现在差一点钱 两千八的也快 这波带完就够了 现在还是看第一个资源吧 感觉前期 其实打团 我觉得可能还是OMG要更猛一点 而且今天河线也没有碰碰撞起来 所以说估计就是四分钟之后 来小碰一下试试 对 但是也不好说 就是下一个资源点打起来的话 脚越大招也好了 所以说这个大招 清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还有15秒 峡谷的优先级 可能对于TT来说更加重要 要把边线的优势给打出来 如果说利用这个峡谷放中 然后转线去上 把OMG的上路塔给推掉的话 感觉上路这个青岗 也会玩得很难受的 但是这个位置感觉 盲森要直接来动这条小龙 开动了 还是又先动小龙 速度非常快 下路线轻的轻的更快 而卡莎这位置已经开始验回城了 那应该来不及了 小龙拱手 但是上半区 感觉TT不想给啊 TT打龙打的比较快啊 可以来守一下 炸弹人打招先打一下还不错 Z冲进来 打招挂上了之后 二级能挡一下 但是最终通通通通到了 再接上 天霸红空烈红 虽然说落后续跟上来 不太对劲啊 最后虽然说被炸弹换掉 但是也是一个人头的互换 但毛森过来了呀 这峡谷拿不了全都要啊 TT 哇 这TT 第一波的资源又是全手 而且这中路直接开轿 直接放下鼓了 因为没有人手 这边转线很快 炸弹人也在 炸弹的话直接撞一头 感觉可以直接炸了 又二技能 这中塔不到五分钟拿掉 Centery还要上吗 把自己的闪现给逼出来了 这节奏太快了 太窒息了 这可以说 TT把三线线权的一个优势 在前期完全发挥出来了 我感觉离三比零更近了一步 确实更近了一步 就这个塔一推 对于炸弹人来说 接下来就是无法无天的时间 对 这疯狂转线啊 抬起来 圣卡登场 再一边接到勾 哇 流畅 Centery 这波 重拳出来 没有技能能流了 这边还要上吗 没大的 Centery就在旁边守着 把他守住 哇 这波打完有点炸 是的 这个太炸了 虽然说经济 只有两千 但是真的雪炸 主要中塔掉太快了 五分钟中塔直接没了 而且打炸弹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中塔掉的太快的话 那炸弹人的中塔 可能一辈子都掉不了 是的 因为轻线速度太快了 对的 哪怕说炸弹人第一时间回程 出来之后 他可以利用大招 去把这个星给砸掉 主要还是因为你这么早的时间 中塔一掉的话 其实意味着你上下路塔 也会掉的很快 是 就下一波别人中路推完再转上 中路推完再转下 你这个塔还是得给 那这波是苏把对方双十组的一个回程给拦住了 层层围困 但是 但是后排的两个队友已经赶到了 有人帮补线 所以说影响并不大 剑基已经在中路化成拆迁小队 要音乐吗 撞了 诈会 一套康梦 伤害够不够 三个大招全部给到 但是飞白第一时间还没死 现在一丝血量 被脚又给换掉了之后 防御塔打了足够多的输出 但是 缩一丝血走掉了 直接抬起 玉米的话反正要被留住 停一波挂到 后续的话再提上去 C过来 但是距离有点太远了 留不住了 应该是想借 想借一段位移 但是进去的时候没提到 已经在带二塔了 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上路一塔 TD必须得拿下 一定要推了 但是多哈 这个兵感觉有点少 三打四 想操作 一个台接到勾 勾到了两个人 两个人全死了 拐打人又一个 不敢上了 没有输出了 这下路二塔的话 这边还在拆 炸弹人在守 硬拆 哦呦拆不掉 70滴血 我好气 70滴 这好气 正好被一个炸弹人 赶过来给守住了 关键没有办法硬拆了 没有小兵了 但是这一波 OMG还蛮能接受的 因为自己的上路塔没掉 是 守住了 但掉了两个点 主要这两个 两个塔是兄弟们用命守住的 真的拿命守的 你这个下路二塔没拆掉 其实我觉得OMG 还是有点难受的 起码算不上转 不过这剑技也太肥了 感觉它又是 那个MVP的M已经出来了 M已经出来了 这三杠一嘛 这把又是全场的经济 遥遥领先者 三个MVP 应该说VP有了 能合一个FMVP 先起码VP有了 召唤神龙 看一下这条龙吧 30秒也马上刷了 感觉现在OMG还是得来打这波龙团 对 毕竟这个阵容都还需要去接团的 但这波SMY胆子挺大的 再被抬起来 但是影响不大 骗了一个 直昂鬼板奖 但是你接这波团上塔毕掉 然后上塔毕掉 如果说青钢影再来正面的话 有可能掉两 我感觉现在上塔已经要掉了 因为青钢影先是守不住这个剑技推塔 遥遥遇碎 是的 6000经济的青钢影 78007的剑技 主要现在领先一个破败啊 是啊 领先太大了 现在真的就是进入到那种 一粒详实 会就管你什么操作 我上人就砍 对 我比你领先价价2000块钱 占据这河道蟹的一个视野 感觉现在OMG这个火龙其实不好先弄 现在谁先打谁吃亏 谁吃亏 在这个地形 先打的人那个阵型一定很差 而且加上现在OMG来说 河道蟹有视野 对于TT来说也不太敢去抖 优势毕竟没有那么大 剑技回去铁板鞋加把长剑 主要脚跃装备有点好 现在感觉OMG的核心支柱就是这个脚跃 哦 Dustwin做了一个TP出来 但是这一波剑机是二级鞋 玉米帽子已经戴上了 帽子有了 感觉这一波的话玉米伤害很高 而且没有虚弱的限制 全场第二仅次于剑机 仅次于剑机 但是次于剑机1000块 我们手游里面的最小的剑是500块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两小剑的钱 但是你别说 这波如果两边都不来 感觉OMG优势 哎呦大了炸空了 被盲僧正好一段位移给躲开了 要反开吗 只要开两个 开一个开一个 这波相当于白开了 但是飞白在旁边 被一段月之降临借上去了之后 哎 炸到龙坑里了 有闪现的 但是这位置有闪现 也不敢去压他 你过来呀 但是玉米一直在被打 落实上去开 反射的话直接被喂开了 自己直接优先被秒 反射当中拉到两个 盲策再提两个 直接过去打苏 最后一次选 直接一个拍地板 直接拍一次 闪现上了再打玉米 玉米拉到侧一个位置 血量级很厉害 有人都乱 有人揍不掉了 哇 这一波团战TT又是接赢了 主要是OMG第一时间确实开的 有一点点不太那么 不是TT这团战打的就是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 一点失误都没有 王胜一脚踢两个 是的 而且上路塔还胎掉了 没办法呀 其实本来 本来刚想说 就这波如果说 正面打的话 感觉OMG优势一点 因为上路这个感觉 下等马把上等马拖住了 有没有这个感觉 怎么该是前击赛马了 但是这波没赛过呀 但其实后面如果说 再拿地图资源情况下 剑技再去往上半部分带 其实剑技一定能比卡蜜尔先动的 是的 毕竟有限权 那卡蜜尔为了 能够后续赶来 他选择换了个TP 他刚才 他刚才上一波其实有TP 但是他没有地方踢 没有地方踢 对 怎么其实打起来 美中不足的就是 落进场直接被秒了 但是这个倒勾什么的 再接上王僧后续的跟进 太完美了 就太完美了 就所有的控制技能 能把控到的人全控满了 然后所有该打的技能 非指向精神的全中了 是 你不能指着一个卡莎 完全收割残局 这不现实 太可怕了 十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两边这个经济差距 又是有点拦不住了 将近六千块 而且不断的在扩大 感觉中计了 OMG 伤到了 圣哲组势敌已弱 下一手大棋 这今天到了总决赛 重拳出击 0比3加上4比0的意思 这边又开到了 再打一套 而且踢了回来 苏感觉又很危险 9董炸一下 队友来了 一个炸弹直接炸死了 可笑人一火吧 反身的话阵型 现在体体感觉又站住了 再来一个大招 后续再追 闪现多大钩 追吗 差一发 差一发 跟上去 但玉米残局怎么说 先躲一个台 或许伤害感觉不是很够了 有机身 天津波 跟过来了之后 再一脚直接收下人头 真的顶不住啊 现在感觉体体已经完全无据了 而下部话前击还在分带 这高地 卡米尔被越着兵线打 高地感觉可以守一守 这把又到理论翻盘的时间了 又到理论翻盘 这都到理论翻盘了 还有看吗 直接正在桌上开两个 再接上倒过 直接拉倒了住 两个人全部收下 再收一个防御塔 上路高地也是顺势直接告破了 而下路剑击青岸兄姐妹是一直在带 踹上去 有那么一点点想法 但是扫荡腿被躲开了 再接二技能 反一手 闪现他 但是有一点点小失误 但是又被翻杀了 反杀呀 想多了 有点急了呀 大色Win的 说实话我感觉OMG的操作已经开始有点变形了 这不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OMG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 这也不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TT啊 是我们熟悉的状态绝佳的TT 是啊 今天真的是各个位置状态拉满了 变成一道光了 把黑暗驱散了 黑暗驱散了 OMG正是那道黑暗 你相信光吗 你相信 我信 今天我还是打了 这没有办法呀 我们刚才往 这大龙我感觉 这大龙有机会吗 只能给了呀 就都炸了一下 但是龙子被拿下来了 但后期都还开到后排上 你们全部灌满了 全部团架已经根本没得看了 so 一花接木 十夜最后再借一个闪现 隔墙走去吃兵线 0换5 0换5 团战就是321 26秒 所有人的复活时间整整齐齐 可以正面从上路赶过来 借着兵线完成一波 而这一场拿到的话 也是直接来到了自己的3比0 手握 四个赛点 一大盆的赛点 真的是一大盆 我们恭喜TT 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三分 标期 手握四个赛点 那剩下一手的话 他们家里要也得办 而且阿卡丽是不是也要搬 阿卡丽的话 TT有可能自己会搬 阿卡丽也要搬 因为他们不能放这大 要搬 因为TT蓝色方 蓝色方可以优先抢 他们先手周一个阿卡丽出来的话 那我感觉赛纳还得搬 赛纳还得搬 因为他自己不能拿 所以说他到红色方了 他还得搬 那其实 哎 赛纳 开赛纳 那也不至于一抢 我感觉还是拿九筒 或者说拿卡丽 感觉青刚颖 按照TT之前的选择的话 不会去一抢 对 应该是九筒 应该可能还是拿九筒 然后OMG可能会考虑 把卡丽给抢掉 但是这一把 其实没有见机在外面 狐狸 狐狸也是在外面的 对 青刚颖加狐狸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这手其实可以考虑出 诺手或者盲森 感觉也不差 诈弹人 直接拿 那这把就是打节奏了 如果说TT真的把狐狸给锁了的话 对 那诺手感觉TT要去抢一下了 那赛纳又放出来了 TT还要不要去拿呢 因为前面几局 说到底两边 拼前期还是比较少的 一直都是在 就比如说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打一波团战 而且我在想 因为OMG 他们是不玩赛纳的 所以说TT赛纳可以后出 是可以后出 可以后出 他先出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后面的兄弟后出 是的 就把藏一手 那TT现在这几手拿得挺舒服的 上也 上也 说实话 大概率赛纳了 赛纳跟九通走下 然后中路的话 最后感觉补一个阿里也很舒服 狐狸加赛纳是吧 是的 TT这阵容加狐狸加赛纳 或者说后面补一个发条 其实也没问题 其实OMG感觉 出个什么盖伦上单打诺手 轻按摇 打野也行 但是直接出位了 出位了 那 哎呦 会加卡莎 那感觉还是很熟悉 就其实OMG 自己的选择是没有太大变化 你不变应万变 你不变应万变 还要玩自己最有自信的那一套 没错 但是反观 对于TT这边而言的话 后面两手感觉走赛纳或者阿里 或者赛纳加上发条阵容体系 感觉都很完美 感觉OMG最后一手 可能也就补一个布隆或者牛头了 TT感觉也开始整活了 现在菜刀队 那赛纳把九通承担一点 AP伤害 或者飞机 飞机对 飞机也可以 飞机加九通 九通确实也是个不错的组合 不过赛纳加九通 九通本来就有AP能力 其实也行 飞机还是飞机 多补点AP伤害吧 九通不够啊 而且他这样 他这样选有个好处 四个击飞 四个击飞 对吧 布隆 人手带击飞 这场布隆感觉作用会比之前选出来 确实要好 因为毕竟有个亚索 亚索是非常非常怕布隆的 九通也挺烦的 嗯 但这吧 一旦打到团战的时候 其实亚索的封墙还是挺恶心的 但亚索封墙能够限制到的 就你炸弹人短时间真的是打不到输出的 卡莎有可能被隔住 是 确实会有一定的限制吧 嗯 但布隆这个英雄对于亚索的一个竞场 会有很大的限制 玉米神情很严肃 作为队伍带头大哥 感觉现在压力是很大 很大 感觉OMG就是中野吧 两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 对 现在在这种时候要站出来去 把兄弟们的心态都调整好 他其实前两局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激励 而且看到的是比较有希望的 但是从第三局看的话 有点无力了 对 就使不出劲那种感觉 有力使不出了 关键第三局那个局势 其实队友的心态已经明显出现波动了 然后团战已经近乎于一面倒 所以说你要光靠一个人去carry 有点难 那这局的话看一下阵容端 从单线上来看的话 怒手对线一定还是会处于一个优势阶段 然后炸弹人前期可以具备一定线权 但是其实来到了亚索有风强之后的那一波线 其实会有一定的反转 因为亚索开风抢这波线的话 是能跟炸弹人去硬抢的 没错 就是硬抢 硬抢上来那波线的时候 还可以去做点事情 是的 但下半部分的话 对于TT来说 这局会舒服一些 所以说上下两路线圈 同样也是可以为TT 去考虑抢双核线 埋下一定的伏力的 这把从对线的角度上来说 就下半QO MG1就是抗压吧 抗压中上 TT其实打得还挺舒服的 特别是5级 有大招之后 有大招之后 对 卡密尔比较好去配合位 因为毕竟本身带一个 X科中叠能够直接去盖住 弱手情况下 配合位的稳定控制 两套伤害应该是足够几长 而且上野给中单去提供打伤害的空间 也比较大一些 一个通牒 一个天霸 直接就给炸弹人打火 其实OMG这个阵容前面挺弱的 有可能说雅索就是 练扬魔认第一波上来 直接一波团战就干碎了 也有可能这种情况 所以说前面OMG 这个资源团是去接还是放的话 真的要仔细考虑 是 双司机都发育了 没办法 对面拿雅索出来就是打架 雅索飞机 我太想5级的那波爆发 OMG的上中野 其实他们是有一波 非常完美的combo练的 卡米尔踩住炸弹人给大 未接大招 那套combo是躲不了的 这是一套必灌满的伤害 但是对于TT来说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如果盲森先手 也是可以比较好的 直接压低一个点位的血量 所以说这场 还是得看对线 我觉得 如果纯论对线的线权来说 只能说TT的上下线是有线权的 上下线的线权 唯一能给他们前期做好铺垫的 无非就是那个河鞋 得了 来到张罗斯峡谷 BO7的第四局 蓝色方是已经拿下三番的TT 红色方OMG 本场直播评数由CAT 奶D11为您带来 初期第一波线的话 TT是完全没有可能去抢的 等些人走了再过来吃一下 也是比较卑微了 而且就吃了几口 因为也来不及了 吃了两个冰的经验 这布隆已经想好挨揍了 一级直接学了个盾 就想好挨揍了 因为没有办法 有一颗扛揍的心 而且这边是要被卡线的 这九桶加上飞机 你的消耗能力是非常强的 下路组合就是挨揍 是 你正常有个寒冬之咬 过来还能帮忙补下冰杀 咬也没法咬 对啊 咬不住啊 学了个防盗门 是的 哎呦 这两个 这两个一级能上来谁顶得住啊 就半血了 飞机的一级能也更容易命中 是 而且你一级学 学就是防盗门的情况下 你也没有办法去触发 而且还没挡到这边 是 就是命远雪出发不了 这边硬点 但是回头点了一下还可以啊 感觉再A一下 A不出来了 A不出来 嗯 那个距离也不够 两边各吃个果包 但是继续消耗来说的话 仍然是TT这边会更转 不过这把下路 OMG还有一个不敢打的点 是在于他们只有一个治疗 但是TT下路双人组 光盾加质量 光盾加质量 因为他们必须得有一个虚弱 给亚索背着 对 这虚弱确实很关键 亚索其实是整个TT阵容 那个中后半段伤害的一个核心点 但还好这边下路只要不被跃的话 其实问题都不大 所以TT现在在这猛压 对 你现在关键是你这个血量 其实有点怕盲森过来直接跃你 盲森你再往下方走了 感觉到了 盲森还没过来 两个人直接撤到二塔去了 自闭草丛走一下 就最关键的点是在于 卫英卫是吃的上半部分核心 下路没有献权 他吃不了下核心 所以说下半部分是很危险的 哎 这边只要找大弹的麻烦吗 这边一套打到了 哎 刚刚好 弹跳过错过了呀 是的 玉米这位置挺尴尬的 开一个盾 布隆支援过来 先打万死万死交闪 往后拉玉米也闪现到蓝buff 垂起来了 苏我被一段天不跟上了之后 再接上技能 收下了 优瑞血量也很低 走不掉了 再接上一个桶子 最后飞机立发普空 收下人头 三杠零开局 而且是这样的阵容的情况下 三杠零开局 这有点绝望了呀 对于OMG 哇 这第四局又是开局不利 而且感觉老大哥玉米的心态 出现问题了 玉米在这个位置被卡住了 而且四级不是OMG的发力点啊 虚弱其实也有点挂枣了 主要这波下路也没什么状态 说实话 是的 对面基本上下路两个 接近满血的人过来 然后你两个残血 健身对偏的能力 也不在一个等级上 关键是下半部分的打架能力 真的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前期血量被压制的太多了 而且这三个人头的分配 鱼入均毡 鱼入均毡 下半区三个人也人一个 只能看能不能稳住了现在 现在OMG 感觉五级都已经不是他们的发力点了 现在直接稳到十级去 十级 稳到二十分钟 放两条龙 放两条龙 一条峡谷 主要是第一波肯定是拼不了了 就感觉初期的第一波资源阵斗战 已经没有接团的可能性了 你看这中度已经逼到啥位置了 而且九童因为是仗着自己是有大招的 就你只要走位过度靠前 直接一个大上来 但这边也缺五级打六级 我的压缩在啊 这反面一看 但这波大神温的先支援 盲僧先倒了 九童一个大招反应就走了 那外面这一打不了了 而且诺手赶过来了之后 直接闪现一拉拉两个 再一刀 大神温也躲掉了 操作还可以 回头想换 还是有点危险 直接掉钢锁走了 好丝滑 这一波 是的 我这一波大神温的操作到极限了 绝对是极限操作 他利用大招把诺手的打给躲了 不然这波诺手把他斩死 感觉兄弟也有危险 感觉旁边两兄弟可能都走不掉了 确实 而且下路又是一个人对线 压力也非常大 打不过呀 雅索利昂魔认有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就是接下来的团战 你是没有办法接 正面有雅索的团战的 就是四分钟雅索利昂魔认出来 他会瞬间让你减缘一个 对太快了 这波知道你下路没撞来 直接开动了 九童这波过来 顶上来但没大 不够伤害不够 交了一个治疗直接拉开 但是小龙有了 而且小龙有了之后的话 青钢引上半部分线是平的 诺手直接往中线去赶 中线清完之后 TT还可以转峡谷 这峡谷必拿的呀 峡谷几乎也是必拿的 这波直接打应该也不至于 应该是要再等一波兵线 应该要等一波兵线 刚才敢打主要是因为下路没状态 这波卡卡刚好钱不够 没有进化 而且Mans回家了之后 回家赶紧进化一下 毛森往上半部分走了 现在两边中线平线的情况下的话 上路懦手是硬亏一波线 然后进行换线 有一个随时可以起飞的飞机 往中路线赶一下 这个先锋团说实话 还是有点难打 有点难打 主要现在这都是绝命combo 这随便击飞 牙所接上都是秒 等等 Uri手上有闪的 但是打已经交了 这个闪必须给交 没有任何的脾气 最后一发 炸弹没有能够炸到 而且这个不是一发大炸弹打 怕轰到了感觉死不了 但是你这个血量 已经丧失了上半区打架的空间了 是的 峡谷没了 技能又是全交啊 对面仅仅交了一个治疗 现在在正面已经完全没有交手的余地了 OMG现在是节节败退 这奖来抢吗 没闪的呀 这下来之后的话直接起大招 起大招之后了 但是面对对方的四个人 过来CNR直接被秒了 两边打也都死了 先锋 没办法呀 那这个先锋弹是被亚索收了 但后续残局 优人也能收割吗 苏绝刚非常强的 大自费也只能往后面去撤 这波所有还想往前面去追吗 一发大导弹跟上去 伤害不错 直接三闪 打了一个不错的控制 还差一发普攻 现在一发普攻 收掉了 自己也走不掉了 送了应该走不了 应该要被换 但是SM1应该那是能走的 应该能走的 这边狗索被骗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带线的情况 诺守跟亚索都在带线 诺守得撤了 而且OMG上路是一直在亏限的 刚才诺守是不是 把炸弹人单杀了呀 炸弹人 好像是 炸弹人刚才 应该是第二次死的话 是被单吃掉 是的 炸弹人刚才应该没来 应该手下线直接被单吃了 看一下 这应该是给下路的一步回放 这血量本身就来说 就已经被挂了五层了 感觉应该之前已经拼过一套了 拼过一套打散了 然后身上的四层血路还没有掉 所以这一套 虽然实在是太难受了 虽然说把万斯收掉了 但是亚索这个时间点 伤害能力太高了 而且先锋没抢下来呀 一个展高产直接把先锋秒了 是的 关键两倍都没有打野了 都没有打野的情况下的话 感觉这个时间里 亚索伤害会来得更高一些 打到眼睛了 挺极限的 硬换 极限拉扯 这波硬换 其实这波屏障 哪怕说晚开 其实也没了 主要有一个精神里第二段 一个真实伤害嘛 太高了 那一脚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看一下这波人 踢踢来得更快 但是要应跃感觉有点危险的 预火炮把线稍微清一下 有大招清线 站回来 没有盾了 直接被秒了 瞬间被融化 伤害太高了 有点强行了 我只能说这个上塔 收的 再一批 这个大批出来了 雪怒 应该留不死 留不死 这个血量还是有点多的 中路放先锋了 我也过来了 闪现过来想来一个一闪 他反杀 扫上腿直接扫掉了 是的 但是正面中路的先锋 叫出来了之后 直接撞掉了塔 而且上路的一塔也破了 直接6000经济 我这把又是一个天狐开局 天狐开局 现在距离自己的冠军 只有一步之遥了 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只要以现在的节奏 稳住了之后去滚雪球 这一局应该是没跑了 对 就虽然同样 OMG是拥有两个后期点 同样是有单带点在的 但是面对TT这种强开型 而且是近乎于无解的强开阵容 拖不住 很难拖住 就是雅锁 雅锁加上飞机 他就是力球前中期跟你拼 对 跟你打架 关键你用什么 有盲森 有酒桶 这种就是超远距离 可以直接带着自己的雅锁进场 你是没有抗拒余地的 无法更抗拒的开团 上路想抓一下这个 没有闪现的诺手啊 但是这波看 Z给不给机会了 C只要不给机会 下路兵线也过去了 他这波只要出来摸一下 兵线就死了 就死 是的 哇 不给机会 完全不给机会 C今天打了 满眼都是风雨的 风雨的影子 在那个位置 感知到了 感知到了 而且小龙已经直接开始打了 第二条龙的话 TT应该是可以稳稳 开起来 这边雅锁又直接 黄蜂崛蟹斜 但是玉米 一个不错的血量 但是这光去拉了 那点急啊 感觉要出事 最后童点 框着这边飞白 蓝蓝做一个单挑 在三百万没有死 一四群锁住了 飞白这边也要死啊 这边的话 Centery直接被流血流死 之后的话 还要再上吗 飞机上头了 飞机这波终极上头 这波真的有点上头了 而且这一波 正常情况来说 其实TT不该开的 因为毛森在打龙啊 他们正面只有四个人是少人 他能明确知道 RMG的人回家出来是要往中路赶的 等你不饶人了呀 上了大头了呀 主要别人在二塔那个位置 对呀 他要去开 直接三闪过来硬撞 肉弹冲击 然后直接配合压锁进场 就有个光盾 第一时间 你只有两个人在是秒不掉的 对 而且毕竟玉米手上是有双招的 这点对于TT来说很清楚 因为一段时间没有接战 虽然怒手很漂亮 拉了三个 但后续的话 其实飞机是不该追的 是的 飞机这波就是突出一个没道理 上头了 上头了 都就没有残血 你要硬换的话也能够接受 因为你想你飞机是个后期 你能够换点经济确实能接受 但问题那个血量有点太多了 那血量太高了 但苏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有炸了 压锁直接接他 直接找你 你完了 卡莎又到了 苏也走不掉 而且玉米这边能走吗 没双招 交闪线 闪线差一次来 有一个鞋子加速 中路兵线还没到 上路兵线也需要带一下 这边大龙可以给压力了 青钢眼还在下落 这大龙打得特别快 特别快 因为压锁两件套的 只能去抢一下了 只能看这边Centery能抢 而且有人还能赶 肉眼可见的下血速度 但是正面先拉回来了一个Centery 三个人过来直接三打三 正面完全不怕你 直接过来开 反身Centery开始自己 直接一刀被拼死 这边的话 DustWade再没开一刀 也倒下 剩下的话 虽然自己被换掉 玉米拿下人头 但手上没有大刀 但龙吃下来了 所以这边能走吗 二技能炸了一下 飞过来 发现还有一个人 芒僧就在他旁边 这不忧任之道 后边就走了 SMO感觉可能要卖自己了 一脚 穿三个 再进上天一波 天一波挂到的是一个玉米 但是往前走的路上 先摸眼回来 万思还在秀 九总大招再炸一下 还要再留人吗 还想操作 有想法 天一波 但这边苏邦邦挡了一下 敢踢吗 还踢过去 身上被挂三层被动 闪现过来 直A一下 但剩下这个大招是炸空了 还想上吗 这感觉就是自信打出来了呀 感觉现在TT感觉有点太过分了 感觉这是个妖姬 鬼束妖僧 是的 妖僧 真的是鬼束妖僧 这打完有点难受 非白是最难受的 扛龙扛死了 扛龙扛死了 是的 芒僧已经摇起来了 但刚才那波角色 TT确实也没做错 因为亚索确实有配合 打野打龙的一个能力 我只能说这波完美角色 是的 完美角色 一点机会都不给 就Centra根本靠近不了大龙 对 损失一个 亚索又有什么呢 没有什么呀 又来了 但是 ONE可能要被抓了 直接一套靠谱接着 死死的感觉走不了 原地直接给上了一个重要 马尊有大 踢出来 能走吗 二级能摸上来 回路下来 不敢吹了 没死 但队友都来了 感觉这一步 反而是 ONG可能要出问题了 诺绍在后方 直接三方报价 直接击飞起来 原地直接被秒 卡米尔优先倒下 Duncewind的倒 Centery也倒 直接拿下了一个双杀的飞机 可能要被一波了呀 这样 有一个大龙buff 有机会 不过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20多秒 乱春上来再顶一下 有十箱鬼 有十箱鬼 阿尔塔未破 直接已经顶到你高地门口来打人了 先把中路的阿尔塔给拔掉 正面带着buff的兵线已经赶了过来 感觉一波应该一波不掉 又有点难 因为毕竟Duncewind的以及Centery快复活了 上高地有一点机会 免得血量有点低 炸弹人的倾线能力还是可以的 这波硬是把线守住了 是 而且九筒这波没有大招的话 短时间之内没有什么高地以下的威胁 而且TT现在真的就是稳 太稳了 他没必要着急啊 是啊 而且这波回家出来时间点 正好给他们去空下下一条的这条水龙 很绝望这个局势 十分秒的时间 海洋亚龙拿下来三条龙赛手的话 这局真的对于TT来说很难输了 这波团战这完美决策 没有翻盘点的阿尔塔就 真的不给任何的机会 Aducewind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一次没有再那么幸运能够躲掉这波大招了 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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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未往上靠已经被视野看到了 但是亚索也在往上路挪 被视野紧没齐后 旁边人都在反蹲的 想抓 这波但是Z有双招的呀 不太敢上了 但是Z不太想让你走 上去了之后 先开始 自己的实样轨 第一时间比较肉 但是这个飞机 被打出了一个不同被动的时间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 伤害太高了 解决掉了拳戒 再解决掉一个青钢影 继续往前面去追击 玉米也只能将自己的闪现 非常的无奈 剩下这两人怎么办 直接三闪 再能跟向上闪现 压缩再来看 玉米怎么办 玉米的话 手上是已经没有任何的技能 交出一个光盾 追击一步子皮下去 收下人头 主宰战场 那正面的话 可以从中路代踏 直接过去一波结束掉比赛了 下路的高地已经破掉了 我们英雄联盟 有两句话格外经典 第一句是 因为热爱所以联盟 第二句英雄去超越 让我们恭喜TD 不断超越问顶巅峰 新的章节 由你们来书写 王舟大陆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在经历挫折后 他仍有一颗坚定不已的心 再次输卸他们的传奇 而现在202英雄的 我们首游企业资格